那这个我请杨明顺着下一章一起讲 这个就很重要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Part 1 Part 2 Part 3 竟然有这个东西 美国智库在研究一题 把题目丢出来 大家是不是吓一跳 台湾沦陷 会不会跳得太快了 马上就跳到台湾沦陷之后 这些事情超恐怖 什么事我们来看一下 夏威夷智库太平洋论坛发布了报告 题目就叫做 台湾沦陷后的世界局势 妈呀你有想过我们台湾人的感受吗 不管美国是否出手干预台海冲突 万一大陆真的攻陷台湾拿下来之后 后果惊天动地了 怎样 大陆会一劳永逸的超越美国 在印太地区的实力跟影响 中国制式时代恐降临 大白话 这就是美国人最担心的 美国人担不担心台湾沦陷 美国人可能担心台湾沦陷 但是是担心这个 担心成为老二不是老大 对不对 美国要做老大 但这边就是中国大陆变老大了 但这个报告它有两个假设的情况 中共武力犯态 第一个情况 台湾因为没有外援而沦陷 不像乌克兰 因为没有外援而沦陷 第二个 虽然外国介入 但是仍然沦陷 美国帮忙之下 台湾还是沦陷 所以两个情境 邀请专家从美澳 日韩 印度 欧洲六个不同的角度 来分析对于各国造成的影响 做出了十一项政策建议 台湾沦陷后 然后呢 好再讲一遍 这个题目叫做台湾沦陷之后的世界局势 有A情境 有B情境 然后找六个不同的角度 最后做出了十一项的政策结论 但是很重要 除了这个美国军事专家认为 美军介入台海战事与否 导意引出不同的结论之外 大部分专家都认为 无论是否介入 最终结果都是台湾沦陷 最终结果都是 美国没有办法维持老大的地位 汤老师 当然了 这个台湾是第一个受害 这个是大家都肯定的 意思就是说 美国一定要把台湾当炮灰 它才能够达到 来跟中国制衡的 这个主要目的 意思就是说 老大老二之间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休息 抵得陷阱 现在越来越明显了 对不对 那就是说 我现在老美是老大 你现在这个老二呢 好像慢慢慢慢开始 要超过我了 那当然我要把你打下去 因为美国 如果我们看它的这个历史的话 你想想看 它在二战之前 打败谁 德国跟日本 而且日本它还是 一个人打的 德国还是一起打的 好 打完了以后呢 最后是打谁呢 是俄罗斯 苏联 苏联它是用冷战 冷战结果1991年 这个苏联垮台了 变成俄罗斯了 好了 变成俄罗斯以后 它不得了了 它说你看 我这个制度 打败了这个所有的那些 跟我不一样的制度 所以我的制度 放诸四海而皆准 好了 最近现在因为中国崛起了 2010年变成第二大经济体了 这个情况又开始改变了 改变了以后就表示说 给其他的这些非西方国家 有一个另类的选择 意思就是说 你们是不是要走西方的道路 还是要走我们非西方的道路 这个对美国 对西方国家来讲 产生非常严重的这个威胁 那他们现在心生恐惧 为什么呢 因为有先例 先例是谁呢 是大英帝国解体 大英帝国大家都知道 以前很厉害了 结果呢 二次大战一打 后来最后是 输在谁呢 输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的这一仗 这一小仗 那所以说你刚讲的这个 就是台湾沦陷以后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 跟大英帝国的崩解 非常类似 以后呢 这个台湾沦陷之后呢 那当然我们不愿意看到 可是呢 我们用理论来 这个推理的话 他这种状况 就会造成什么呢 就是说 以前的英国是日部落国 后来就说到英文三岛了 现在的美国也是 可以说日部落国 他在全世界 多少几百个几千个 上千个基地 好了 到时候呢 他也是变成 说到一个只剩下 在美国的美国 而不是美帝国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那个美国是很可爱的 你就管你自己的事就好了嘛 你管那么多 外面的事干嘛呢 对不对 那所以我觉得 他现在的恐惧就在这里 就是我原来 曾经沧海南围水 我原来那么大 你现在把我搞得那么小 那你 那你当然 当然我要 我要跟你作对 我要跟你决一死战嘛 那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儿 那我们刚好就夹在这么 两个中间 那所以说我们要当牺牲品 的几率是相当大的 如果说按照民进党的这个做法 那我们一定是牺牲品 那如果说2020变天 那我们还可能 有另外一条新的深路 那我觉得这一点 这个希望我们 这个台湾老百姓 要看清楚这个现实 到时候 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好 对 这题我本来一开始 要请这个杨明讲 但汤老师很重要 汤老师说 他这个东西 他一定要先补充 他把这个历史的背景 跟大家先讲清楚 大家去看这题 就会更加清楚 对不对 更加了解 那我就请杨明来看一下 当然这个 差不多这个报告 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背景嘛 这个报告的作者 一看伊斯兰 大家就懂了嘛 伊斯兰过去常常出现 我们在这个版面上 有没有 他说谁控制台湾 谁就能够控制 这个王际王陆 还有全球经济的未来等等 然后这个计划呢 是由这个美国国防部 来这个赞助 也是去年华府 我们看到CSS 有关台海战争 系列兵推的这个赞助者 那你怎么看待 已经跳蹄跳到这么快 跳到我们台湾沦陷 当然如果我是美国人 看了这个报告 我想所有美国人 都会做出这个结论 不能让这个情况发生 对不对 美国人怎么可以 不当老大呢 那你怎么解读 如果先是从 这一份报告来看 第一个是 他有官方的色彩 但他又不是一个 纯官方的智库 那也就是说呢 里面的这个 做出这个 第一个就是 你要去假设 他做这个题目 本身后面的动机是什么 就为什么 一个美国智库 要做台湾沦陷后的 世界局势 这样的一份报告 那他要给谁看 这第一个 给美国的政府看吗 还是给台湾的政府看 还是给所有对台湾 这一块这个利益 有兴趣的人看 所以我说 第一个他的动机 比方说他这份 这个看起来不是给台湾看的 不是给台湾政府看的 为什么 因为台湾沦陷 沦陷后台湾政府 现在要看什么 除非有一种可能就是 你要如何避免你沦陷 是不是要跟美国 多买一点武器 或怎么样的 有一种这种动机 就是你为了避免 就是说美国已经要 营造一个 你会沦陷的氛围 包括之前的兵推 之前兵推那个也是嘛 其实大家都看不太懂 觉得为什么一直在唱衰美国 但这是国防部 在跟国会要钱吗 我第一个想到是这个 都有可能 就是说跟这个政府拿钱 拿资源 说要多拨补一些 这个去支持 这个中华民国 台湾政府等等的 当然因为 其实你从这个美国 很多议员的立法计划里面 有可能你可以看到 其实因为像这个去年 也通过了一些 这个美国政府 这个也通过一些 相关的法案 是所谓提供台湾更多资源的 这样的法案 所以有可能都在这个里面 一环扣一环 他就是透过某种程度 也许我们台湾 因为我看了一下 这个论坛 也曾经邀请过谁 民进党立委 林静怡 参加他们的视讯论坛 所以搞不好 这个论坛 跟台湾也有一些 关系 那个背后的动机 也许有一部分 是台湾的推 是在 我们在推 我们在说告诉大家 我们很危险 你们美国要来支持我们 不一定 所以我说这一份报告 毕竟它有它的政治目的 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分析 台湾会怎么沦陷 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它只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如果要碰到这个局面 要怎么做 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好 那美国政府可以怎么做 我们民间要怎么做 台湾现在你们这些 这执政党要怎么做 所以我认为它这一份 我们要反着看 是在设定一个题目 告诉大家 这个如果发生的话 我们要如何预防 就这个不是说 要让台湾沦陷 而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 拿资源来挹注台湾 所以我的解读 是从这个角度 对 它其实有点反过来 我跟你讲 台湾沦陷后之后 会这么惨 这么惨 这么惨 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发生 那当然因为 就是因为有这个论坛 有这些计划 所以那位媒体人 才会去写那一段 但我必须要讲一下 就是因为我 其实我有去看一下 翻了一下那个媒体人的 那个Nixon的那个推文 他今天发了一篇 就跟台湾政府有关了 外交部可以去发声明 去反驳 但是外交部还没发 他发的这篇是什么呢 他说根据台湾 内部政府内部人士透露 台湾政府背叛他们的人民 因此呢 他们即将要去跟挪威政府呢 去购买挪威的一个单字的使用权 那个单字叫骗子 那其实这一个这位媒体人 他过去只要 他用Breaking News的开头的 大部分就是所谓的政治嘲讽文 所以他那一篇的用意 我比较把它解读成 他在嘲讽拜登 他们一直都有一个 料让台湾摧毁后的计划 他是一个嘲讽 那会有这个氛围 就表示美国在谈台湾问题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要把台湾 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那一篇的描述的意思是这样 而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最近写了一篇 因为最近美国的二亥二州 其实我不知道 蜡晚报有没有讨论这个题目 这个在美国最近也讨论很多 美国二亥二州 有一辆这个火车出轨 上面有100加轮的这个化学物质 所以那边的那个 那个小镇叫东巴勒斯坦 所以那个小镇的居民非常的这个痛苦 因为他们的整个环境被影响 那这个媒体人 他就写了一篇 前提前应该是2月22号 他写了一篇 他写说 这个白宫的人是透露 拜登被问到要如何帮助 这个小镇的居民的时候 他说 这个他还用脏话的字去说 这个小镇是在乌克兰吗 不是吗 那算了 他是在嘲讽说 拜登只在乌乌克兰嘛 自己美国的国民都鸟都不鸟 不过刚刚我看网路上有这最新的消息 那个要去调查那个出轨事故的飞机 有罪机啊 所以就很多网路上的这个朋友就讨论说 哇 这个事情该不会水很深吧 那这个 所以我说 这位媒体人他说的话 我们的外交部反而是帮他 让他变成明星 是啊 对 其实老实说 其实包括像蔡正元委员什么 提出这样的东西 我们只要 平心尽气的去讨论 那你说美国 因为就是因为有 其实蔡正元委员最重要是讲这份报告 是因为美国有智库做了这份报告 那一位媒体人的那句话 才会被拿来做文章 所以而不是重点是 拜登你说他 如果今天美国总统拜登 自己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他自己都不出来澄清 我们外交部有什么必要出来澄清 对啊 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美国劲悄悄 所以我才会说 美国政府也许对那位尼克森 早就习以为常 他把他就是长期用这种嘲讽的方式 因为他反而觉得 如果我去回应你 反而把你电高 所以这是不是怪我们外交部 太认真了 我觉得我们外交部这个 吸反射的动作有点太快了 而且为了护美国这个主人 也太认真了 你说人家开玩笑说你是个傻子 你还很认真 我跟你讲我智商多少多少 全部提出来 这个我举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以前那个有一位 有份平面媒体 有一个单元叫给我报报 就是他会写一些 这个嘲讽的这个文章嘛 然后呢有一位这个县长候选人 因为当时他被嘲讽说 他论文有问题 然后呢那个给我报报说 没有没有 他的论文绝对没问题 他论文题目是写犀牛皮的这个 移植到人的脸皮上面 会有没有怎么样的 然后呢 结果那位那一位县长候选人居然说 对你看那个某某报的这个单元 都还我清白了 证明我是对的 你知道这就是 我还是超经典 你记得 所以这是台湾政台一个笑话 可是我说 我说这个有点异曲同工 杨明打个岔 你有那么资深 这个故事我很小时候 看起来好年轻 我那时候还没跑新闻啦 我小时候就听过 我们在新闻学的课堂里面 都会拿这个案例 所以我说 如果今天我们的政府 把一个这样的媒体人的事情 用 如果今天是美国政府 都没有在回应的时候 我们却回应了 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而且是表示说 什么外交部对于 这个美国的媒体生态 什么完全没有掌握嘛 没错没错 你如果真的去爬出一下 那个记者的个性 你觉得像朱凯翔那样的 喜欢哭手啊嘲讽等等 你这么认真干嘛 反而让整个事情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外交部对这个论坛提出 这个台湾沦陷后报告 完全没有琢磨 对我就要问一下介大使 我们这个笑归笑 刚刚汤老师先跟我们讲历史 然后杨明又把动机 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 好吧 那我就认真一点 收起我的笑容 我就要问介大使 那这个也唱算我们台湾 你知道你有讨论什么 谁谁往生之后怎样吗 你就觉得触没头嘛 但毕竟人家做了这一题 台湾沦陷后的世界局势 好那我就严肃点问介大使 台湾沦陷后的世界局势 真的会像这样吗 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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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 这本报告 八十几页 他其实讲了六个 六个case 他是从这个六个国家 的 就是说 这个如果他说台湾如果被中国大陆攻陷 那他对这六个国家的影响 影响在哪里 这六个国家是美国 澳洲 日本 韩国 印度 还有欧盟 他就是对这个六个国家 他跟这个欧盟 五个国家加欧盟的影响 他所以他个别分析 那每个都讲的蛮细的 那可是我必须 而且他这个比如说 日本的方面 韩国方面都由日本跟韩国专家制一切 那他是把它集合在一起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台湾如果 我觉得他的动机就是要用 这一天报告 做一个说辞 说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收复以后 那么对你的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负面的冲击 所以呢 你们现在要跟我美国一起来合作 然后呢 让台湾不要被中国大陆拿去 那不过这个 我不是说对这些智库的人有意见 就是说2049在华府来讲 是一个非常没有研究实力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智库 他就是Armitage 找了他一些人 拿了很多easy money 所谓easy money 为什么 因为Armitage这位老兄 他就是全美国都知道的 华府第一亲日派 他以前做国务院的副国务卿的时候 他就知道 那个时候因为美国是以中国为主 那时候跟中国为主 他就每天就出来说 美国的对亚洲政策 应该先定好对日本政策 然后再去对定亚洲政策 不应该先定好作为中国政策 再去定亚洲政策 那他里面他为什么他很多easy money 因为日本的这些财团 基金会在华府撒全是很大方的 Sunny Foundation Mitsu Bishi Foundation Japan Foundation 随便就给你两百万 随便就给你三百万 你就很容易拿到很多计划 你也不需要写很严肃的报告 那本来智库基本上 他就不是做严肃的学术报告的一个场所 他就是说政策建言的 那这个报告虽然是美国国防部后面 拿一点钱给他 我觉得基本上他是要所有的这几个国家 日本韩国澳洲 我也告诉你 如果台湾今天丢掉的话 你们国家会有什么后果 就是这样 那这里面我觉得 伊斯安写美国的 他写的最有趣的 这一点我们值得 蔡英文女士好好参考 就是说台湾沦陷以后 那么我们在美国的在台协会 我们在美国的代表处 会跟美国政府合作 成立流氓政府 然后继续在美国 继续台湾的相关的活动 然后会再继续让台湾的能见度 然后继续跟台湾的岛内的 那还没有 就是还要跟比较倾向民进党 一起来继续在台湾 那这个就是他谈了很多这一些方面 那基本上我觉得他 因为他为什么他一定要 要说一定是沦陷了 因为他只能假设这两个想定 因为他不做这个想定 他这个文章没办法做 所以他就是说 两种方式 那一种是这个什么样情况 沦陷 那也有也有韩国的方 韩国的这一个学者写呢 他说事实上他有一个scenario 这韩国人讲的 他说就是说中共用了 非常软性的 这个笼络的方式 那么台湾沦陷并没有 并没有发生太严重的武力冲突 这是韩国人的一个想法 这比较东方的 那所以有各种方案 不过基本上最后结论都是台湾被贡献 因为他的结论就是说 贡献以后你们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这一篇 这一篇的这个研究的 不过我是觉得这一种 这一种研究 在五年前是没有人会花钱去做的 那么十年前根本匪夷所思 那么第一个当时会认为 两岸关系是在和缓上 不会发生这种剧烈辩解 现在变成显学了 现在变显学了 这个五年前在华府 也没有人会拿钱做 现在各式各样的 现在大部分都在谈什么 都是谈中共 什么时候把台湾武力拿走 那现在就是这个更进一步 就是武力拿走以后 会产生什么状况 那比如对你 美国的产生的这个影响是什么 那这个伊斯安他写得非常重 他说会严重重创 美国在国际上的威信 然后美国的东亚的 整个的联盟体系会瓦解 然后美国在整个中国的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也随之大幅下降 所以就要迎接一个中国之事 这个事实上确实会是如此 确实会是如此 说不定台湾很重要 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 是非常重要 不过美国这个国家 也没有这么 也没这么重面子 我跟你讲 所以美国事实上 他也没有说 台湾沦陷的话 台湾被中国大陆拿走的话 是美国的过错吗 美国不可以说 我本来我就没有跟台湾 有任何的 我本来就没有任何的条约协定 我对台湾的这个 我们只是坚若磐石而已 只是坚若磐石 我对台湾没有任何承诺 有法律承诺吗 如果日本是有 日本的美日安保条约 跟韩国有安保条约 跟菲律宾有安保条约 跟台湾早在1979年 跟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 当时这个中美先方条约 美国就片面毁约了 所以美国对台湾 他没有义务 老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足够出人物 CPI444